2月7号凌晨1点36分 地扭翻身 超商店员吓到狂奔出柜台 他要看手机 手机在叫 另一个角度看 超商货架和海报都在大幅度晃动 我是觉得蛮大的 然后手机就一直响警报 就在同一时间 国家级警报也跟着狂想 民众八风十风 甚至连续收到十四风警报 响个不停 还以为是手机坏了 更有人不是被地震震醒 而是被警报声吓醒 我是被吓醒的 想好久 我记得好像想好久这样 十几风啊 就是我关跳飞 好像整个一直跳一直唱 然后想说是怎样啊 有这么严重吗 它主要原因是这个地震 是一个外海 然后比较深的一个地震 那我们系统在定位的时候 对于这种地震 定位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在更新的过程中 会造成一个重复的发送的现象 瑞士规模六点一地震 镇阳在台湾东部海域 深度一百一十二公里 宜兰苗栗最大震度四级 是菲律宾海板块 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 所引发的引没带型地震 国家级警报 就是灾防告警系统 从上游的气氧局地震中心 预测达标规模五以上 震度四以上 就会传讯息给中游的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最后给下游的各家电信业者 根据基地台 发到附近民众手机 地震中心表示 针对这一次的连续发送 会进行系统优化 但也要注意 未来三天不排除 会有规模四以上的余震 三一圈链正寻星 头到